截至2023年1月5日 全国重症医学床位总数21.6万张 重症医学医师12.8万人 重症专业护士33.3万人 储备了合者患重症医学床位13.5万张 医师13.7万人 护士26万人 目前全国二级医学医院重症床位的使用率约为80% 我们做好就职设备的准备 确好随时合作 截至到2023年1月5日 中国共有学透析单元17.5万个 床床学医基2.5万台 体外磨费掌核基2.850新台 有创毒信息14.5万台 无创毒信息9.8万台 兼务仪119.8万台 高油量信息6.9万台 总体来看 中国在短时间内推动各级各类必要机构 实现平均可算 当前的保卫和设业资源 能够满足医疗作业的需要 我们也将根据疫情的发展情况 继续加强监测 因定制裁改造和过游相应的资源 保障人群众就义的需求 保障人群众就义了